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13集 沉默了半赏 再抬头时 只见清玄还在身边 却看不见徐小姐的踪影了 林婉容那那道 徐小姐呢 方才到他跟前的杜修园急忙附在他耳边道 将军 徐小姐下山去了 下山去了 不是吧 偷吃完了就跑 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林大人拍拍手上泥灰 横道 哼 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说悄悄话口水都喷到我身上了 明天好好找这丫头理论一番 杜修园寺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萧小姐扫了林婉容一眼 似笑非笑道 这是说悄悄话的吗 琳朗 你与徐小姐是什么关系啊 我发誓 还没来得及发生关系 林婉容急忙举手表忠心 杜修园急忙拉拉拉他一袖小声道 将军 将军 末将还有事呗 林婉容眼睛一瞪 有事直接说 这是我娘子 说话用不着背着她 我说清玄啊 其实刚才的事是个误会 我和徐小姐纯粹的工作关系 你千万别想岔了 萧清玄神色淡淡 也不说话 看不出是个什么想法 杜修园犹豫半天才到 将军 方才有人托属下转告 说是明日早间请您务必过府一叙 过府一叙 林婉容好奇道 是谁要我 过哪个府 哎呀 我说杜德哥 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平时的你可不是这个样子呀 萧清玄拉住林婉容 白他一眼平静道 可是过徐府 这个 这个 杜修园聂如一阵不敢说话 林婉容一惊 我靠 你个老杜 这不是故意拆我的台吗 你还是男人吗 这样的事情也敢当着我老婆的面秉告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 杜修园也是满面为难 这可是林大人你要求我 当着您夫人的面秉承的 怪不得我 那边的小丫头李湘军也是个鬼精灵 哼了一声道 师姐 方才那个女子是什么人啊 林大科可是你的夫君啊 要她亲个什么亲啊 还过府一叙 莫不是提亲去的 林婉容听得呲牙咧嘴 你这丫头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小妹妹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与徐小姐呢 是工作上的搭档 她有时候说话就喜欢恶作剧 刚才只是咬耳朵而已 大家都误会了 杜修园快去寻柄轿子来 我老婆走不动路 林婉容脸皮足够厚 急忙为自己辩解 听她一声嘱咐杜修园 一溜烟的去了 看得林婉容直咬牙 奶奶的老杜 你可别让我抓到 你在外边包二奶 见肖清旋既不发怒也不微笑 林婉容实在摸不透她心里想什么 乐乐干笑两声试探道 清旋 那咱们办学堂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只是你说要筹集银子 却到哪里去弄呢 我手头上还有个几万两 要不你先拿去花吧 肖清旋面无表情道 你也不用来讨好我 我说是能筹集银子 自是有办法 你明日过府的时候 与徐姐姐说明白了 就是我们这论坛和学堂 办起来之后 便邀请她来做教习 看在你的面子上 想来她不会推辞的 一听到过府两个字 林婉容立即头大如牛 徐志晴这丫头莫非是发疯了不成 明明看到我老婆在旁边 还来这一出 不是故意要我的命吗 过什么府 我不知道啊 清旋 我们历经磨难才在一起 明天我哪也不去 就在家里陪你和儿子 林婉容舔着脸道 肖清旋眼中一柔 急忙压下心中的温情 平淡道 我把话与你说了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 你去与不去 我还能拉着你不扯 肖小姐说话不温不火 听不出态度 林婉容心中暗暗叫苦 她应付各种女子 经验极为丰富 不怕你哭 不怕你笑 就怕你不哭不笑 眼下清旋的态度 就是最为难缠的一种 想想自己夫妻二人分别多日 今日重逢 正该是温情默默 两情相悦之时 哪知道徐丫头却闹出了这么一大出 搞什么第三者插足 就连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更何况是为我受尽苦头的清旋呀 林大人即便是口餐莲花 但面对清旋也有些派不上用场 一时之间把那徐小姐恨得牙痒 要不是看在她身材抱好的份上 早就在心里将她蹂躏死了 林大哥 林大哥 那你明天还去不去过府呢 李湘君唯恐天下不乱 笑嘻嘻问道 不去 坚决不去 开玩笑 这个时候打死也不能吐口 林大人深有觉悟 坚定说道 李湘君笑嘻嘻地对师姐做了个鬼脸 萧小姐眼唇轻笑 见琳琅贼眉鼠眼正在打量自己 忙又收敛了笑容 做平淡姿态 将静安居士遗体掩埋在青山之上 想起往昔种种今日恩怨 萧小姐百感交集 止不住地泪珠低垂 她活在世上二十余载 所有的泪珠便都在今日流 林婉容担心她身子 跟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照应周全 直到晚间时分 山上诸事才交代完毕 经安府后 作坊中人心态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只是今日适逢巨变 今夜无人入睡 怕是免不了的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阵痛总是要有的 唯有用时间来平息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将军 轿子来了 杜修园自山下带着一柄小轿上来 映着头皮前来禀报 是吗 林大人两道目光便如一双利剑刺在她身上 杜修园黑黑干笑了两身 忙又将头缩了回去 林老 我们家的宅子大吗 肖清旋想起一事忽然开口问道 大啊大 非常的大 林婉容笑着道 可以在宅子里放羊呢 幸好这次去山东期间 悄悄忙着把宅子整修一新了 要不然这次找到了清旋 难道还住在肖家 虽然大小姐满心情愿 但是清旋呢 即便清旋不在意 但我老爷们的尊严往哪搁呀 说到底 还是肖家的事情没搞定 要真是两家变一家了 处处都是我的家 哪里还有这么多忧虑啊 林老 林老 肖清旋的几声呼唤 打断了她的沉思 林婉容急忙道 啊 什么事 肖小姐看她一眼 轻道 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方才说 让小师妹也住到我们家去 你看好不好 她从小跟在我身边 把她一个人丢在山上 我不放心 好啊 林婉容急忙拍掌笑道 欢迎小师妹住住我家 李湘君上上下下 打令她一眼不懈道 眼神不正 嬉皮笑脸 你这欢迎之词毫无诚意 虚情假意的很 这小妹妹眼神真堵啊 林婉容哈哈笑道 哪能啊 你是清旋的师妹 便是我的妹妹了 没有你今天引路 就没有我们夫妻团聚 我是真心实意欢迎你的 李湘君冷笑道 免了 你还是把你的真情实意 留给我师姐吧 她为了你 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林婉容望了 萧清旋一眼 只见萧小姐微微一笑 眼中射出万般柔情 叫人心里火一般的温暖 哎 博爱虽然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 就是有些对不起清旋了 林大人难得检讨一回自己 若是你敢瞒着我师姐和别的女子勾勾达达 我就 李湘君养了养手中宝剑 比划了一个滑脖子的手势 林婉容立即老老实实的晋升了 哎 轿子来了 清旋 快些上轿吧 林婉容扶住轿子帘子 拉住萧清旋小手道 萧小姐回头张望了一眼 这相伴二十余年的青山绿水 此刻就要离自己遥远了 她眼眶有些湿润 沉默两久 才弯腰入了小窖 林婉容放下窖帘子 正要吩咐启程 萧小姐却从里面探出头来 敲声道 你也快些上来呀 我 林大人满面惊喜 指着自己鼻子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清旋不生我的气了 还是老婆心疼我呀 她笑咪咪的正要跨步上去 身后却有人拉住了她 小姑娘笑嘻嘻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林大哥 你嚷嚷 师姐叫我进去呢 小轿子启程往山下行去 听着里面两个女子欢快的笑声 林大人唉声叹气的搭了着脑袋 四周寻渡修园 却见那家伙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威风凛凛 得意洋洋 见她垂头丧气 郁闷无比的样子 萧小姐敏唇一笑 放下帘子 喃喃道 家影这人处处留情 若不制止你 家里还不被你闹得天翻地覆了 世上男人 都是万恩负义之辈 没有一个好东西 小姑娘突然开口恨恨道 萧小姐吃了一惊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 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 莫不是琳琅的事刺激了她 李湘君嬉嬉笑道 师姐 惊吞你的琳琅了 你这夫君发起怒来 倒是火爆得很 手往哪里指 大炮就往哪里轰 不过 在你面前 倒是乖巧得很 萧小姐目现柔情轻轻道 她是心中有我 才会如此委屈自己 要不然以她不吃亏的性子 那会这么好说话 只是她到处招惹别家的小姐 也不知惹下了多少孽宅 我要不制止她这毛病 这家里 怕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小姑娘不屑道 痴 师姐 男人化心的毛病 这个世界上又谁吃得好过 你这琳琅 便是化心中的极品 我瞧着 有点悬 萧小姐微笑一声 再悬 也得治 就从这个 许止情开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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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